这个药厂老板靠卖护肤品挣了510亿 双十一钱 李佳琪在他策划的综艺所有女生的offer中 给温诺娜的联合创始人董俊兹 立下Foek今年国货就是拼死一搏的往前冲 特护霜一定要冲X 动干面膜一定要冲出来 2021年3月 贝泰宁成功上市 成为功效性护肤品第一股 股价从发行价47.33元 每股涨至11月18日的210元每股 涨幅达343% 背靠曾经云南第二大药企颠红药业诞生的威诺娜 从一开始就掌握了护肤品营销的命文 在国家明令禁止关于化妆品宣传记用词中 不得使用药妆医学护肤等标志和宣传之前 威诺娜一直都标榜自己是中国本土药妆品牌 实际上国外功效性品牌 大多都有医药研发背景为产品功效背书 威诺娜也不例外 这也与最初国外药妆巨头 进入中国首先选择禁药房不同 威诺娜一开始选择进攻的 就不是消费者所处的公寓 而是面向掌握话语权的皮肤科医生 这一私欲流量 颠红药业董事长总经理郭振宇曾说过 事实上 威资等外资医学护肤品牌在欧美 就是通过与皮肤科医生的协作 促使品牌发展起来的 当初康王能够成为家喻护扫的洗剂品牌 确立药物去械的龙头地位 背后引力不开强大的营销 这其中六当属威诺娜庶民保湿客户双 以及柔润保湿双等产品占据绝对领先地位 根据招股书 几面双类产品在商业公司的渠道销售 就占据五成以上 即使是线上自营渠道 占比也在30%左右